香港第二大富豪李肇基的长子李佳杰在美国找代母产子 结果成功诞下一胎三子 成为香港各大报章的头条新闻 但有关话题引发了道德争议 有关注团体批评此举违反家庭伦理及人生价值 人称四书的香港富豪李肇基 据称最近乐开怀 虽然赤子李嘉诚的明星太太许子齐 诞下两名千金未能得难 但未结婚的长子李佳杰 最近在美国找代母产子 成功诞下三胞胎 李佳杰找代母生子 而且一胎得三子 成为香港的热点话题 但市民对此的反应不一 有人为李肇基添得难孙感到高兴 但有人反对找代母生子 有关注生命伦理的宗教团体表示 有关行为违反家庭伦理和人生价值 不值得鼓励 他又担忧三胞胎在五母亲的状况下成长 对小孩不公平 不是有钱就会令小孩幸福的 我觉得妈妈的爱 妈妈的关心去养大嬷 对小孩来说是很重要的 而这件事是不应该人为地 令他没有了妈妈的 另外香港法律禁止商业代母 蔡志森希望有需要的人生 担心马上转开 结果 谢谢 感谢观看